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6月7日星期三 我是Angel 今天加拿大央行将关键利率目标上调至4.75% 银行利率为5% 存款利率为4.75% 该银行还继续其量化紧缩政策 中央银行将其关键政策利率上调25个百分点 这是自1月以来首次加息 也是自200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3月和4月连续两次决定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后 央行却今日再次加息 在一系列强劲的经济数据公布后 要求周三再次加息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路透社调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加拿大央行6月份将保持观望 央行曾表示将暂停加息 直到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其政策利率限制性不足 以其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 根据经济合作已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 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增长2.7% 今年全球通胀率将降至6.6% 央行下一次利率公告预计将于2023年7月12日公布 当地时间6月6日据路透社报道 在美国佛吉尼亚州李施满的一场高中毕业典礼上 发生枪击事件 目前已导致两人死亡 另有五人受伤 据介绍 在参加高中毕业典礼的毕业生 及其家人从举行毕业典礼的剧院走出来时 发生了枪击 据李施满临时警察局长李克爱德华兹称 警方已逮捕了一名19岁的嫌疑人 并计划指控他犯有两项二级谋杀以及其他罪名 除这名19岁的嫌疑人外 警方最初还拘捕了另外一名人员 但调查人员之后认为 该人员并没有参与此次枪击事件 在另外受伤的五人中 一名31岁的男子目前伤势严重 危及生命 其他四人伤势平稳 此前据当地报道有7人中枪受伤 该市负责人说 两名死者均为男性 年龄分别为18岁和36岁 他们的姓名没有公布 但警方认为嫌疑人至少认识其中一名受害者 警方缴获多支手枪 警方认为社区没有任何持续的威胁 学校表示 出于谨慎考虑 原定于周二晚些时候举行的 另一场毕业典礼已被取消 学校将在周三关闭 安省警方正在调查 今天凌晨在北约克404高速公路上 发生的车祸情况 这起车祸夺去了一名23岁中国留学生的生命 警方说事故发生在凌晨12点20分左右的404高速公路南行车道 靠近Steals Avenue OPP警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调查人员相信这辆车在高速行驶时失去了控制 撞上了混女土墙 并翻滚了好几次才停下来 出事的是一辆福特野马车 从现场图片上来看 出事的车辆为深绿色 驾驶员一侧损伤严重 而且安全气囊弹出 调查人员还认为 靠近这辆车同时行驶的还有另外一辆车 而且速度也很快 警方确信第二辆车也失去了控制 但没有出事 那辆车的司机能够重新控制汽车 并继续向南行驶 警方想以另一辆车的司机交谈 因为那辆车可能有助于调查的信息 受伤者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确定他是一名来自中国的23岁男子 目前正在大多伦多地区读书 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名字 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 该事件是否涉及街头赛车或者路怒 两辆车近距离的行驶均失控 但未有触碰 所有的调查还在继续 警方希望有线索的目击者提供帮助 今年入春以来 加拿大西部临近太平洋的BC省 到东部大西洋沿岸的新斯科舍省 陆续发生野外火灾 近日加拿大最重要的两个省 安大略和魁北克也发生了野火 首都沃泰华的天空被烟雾笼罩 当地时间6日上午受附近野火的影响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的天空变成了黄褐色 受严重空气污染影响 沃泰华中小学已经取消了学生们的户外活动 然而安大略省北部截止6日上午 仍有47处野火正在燃烧 当地政府已相应扩大这些地区的旅行禁令范围 在魁北克省近日已有上万居民因野火被疏散 加拿大公共安全以应急准备部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国共发生野火2214起 野火面积约330万公顷 目前仍有413处野火正在燃烧 其中249处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另外加拿大南部魁北克省已发生100多处山火 造成的浓烟已经侵扰到美国东北部超过一周 造成了美东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山火浓烟含有PM2.5的威力 如果人体吸入可能进入肺部纤维甚至血液 导致哮喘心脏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不少纽约市民周二早上发现 今天的太阳特别红或者呈现出橙色 而且伴有呼吸困难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会受烟雾影响的其他周 还包括了麻州费蒙特州康州等 据CBC报道称加拿大烟火烟雾给美东城市 带来了世界末日般的天空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Angel我们下期再见